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校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看天下大小事 美南小记者培训班正式启动 经过美南电视台同人们多月来的筹备 第一届美南小记者播音培训班 已经在接手报名中 将从6月5日起 给予华裔青少年们播音和采访新闻的 基本训练 据说报名情况非常热烈 训练班将由美南新闻各部门主管同人 以他们多年来的经验传授给华裔学子 让他们在和同时代就能感受到媒体的力量 对社会之极大影响 我们常听人说 在美国为数只有100多万的犹太人 他们教导孩子们进入最重要的两大行业 一个是成为CBS电视网之老总 另一行业是成为华尔街股市操盘手 换言之 媒体和金融是美国社会之命脉 华亚裔在移民美国之历史已近100多年 从早期排华和歧视移民之年代 一路走来 我们已经成为多元族裔重要的组成分子 但是我们在主流媒体华华尔街 能够攀上主管位置的还是为之甚少 我们非常感谢艺术家 新建老师 美南新闻总编盖军 电视主播王杰 电视制作人麦克 以及电视主持人陈田梅小姐之努力筹备 这个训练班之成功是可预期的 我们也要再次奉劝家长们 孩子在学校之课程非常重要 但是当他们要进名校和走出社会时 个人之处是级领导能力 语言之训练是绝不可缺乏的一环 非常兴奋 美南新闻从即日起 担负起对华亚裔孩童们的培训职工作 我们更希望他们将来是社会中间领袖人物 在我们的美国社会扬眉吐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